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西方的理念 西方更为卓越 西方的经济与政治霸权 有其独特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 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在军服方面 无论哪个半球 各国的现代军队都相差无几 伊拉克人对抗伊朗人时 索马里人对抗埃塞俄比亚人时 都能见到西式的卡齐军服 迷彩服和靴子这样的标准行透 从连到屡诗一级的编制方法传承自罗马时代 至今仍然是全世界军队通行的组织模式 中国坦克与欧洲坦克在外观上颇为相似 欧洲军人使用的机关枪仍然沿用了美国人的设计 亚洲国家的喷气式飞机并没有采用诸如韩国或者柬埔寨设计的自主创新的动力系统 倘若一个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向中国 印度或者巴西购买武器 那只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制造出用西方理念设计 却比西方国家卖得便宜的武器罢了 越南和中美洲国家的本土军队或许可以战胜欧洲人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自动武器 高爆炸药与弹药都是按照西方的规格来生产制造的 诚然有一个小学派依旧宣称 非欧洲的军队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输给他们的西方对手 但是我们分析了西方军队遭遇挫败的案例之后会发现 无论是在太平洋地区 非洲 亚洲 还是美洲的土地上 都一再上演着重复的剧情 欧洲人的数量常常少于敌人 而且总是在征战异乡的土地上 倘若他们战败 胜利者通常使用的是某些欧洲人的武器装备 然而西方战败很少会以投降或者停战协议收场 只有少数非洲和亚洲地区 如尼泊尔 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 成功抵御了欧洲人的入侵 在其他成功的政权中 日本是最为引人瞩目的 日本军队几乎照搬了西方人的军事实践模式 在温泉关战役之后 除了在西班牙的摩尔人和在东欧的蒙古人 事实上 并没有其他非欧洲军队利用非欧洲的武器在欧洲击败本地人的例子 某些战力中 欧洲小部队难以抵挡数量庞大勇气可嘉的当地勇士的进攻 无奈死于自己制造的武器之下 这并不能体现西方军事的弱点 部分反对欧洲军事优势理论的评论家指出 军事科技很容易被其他文明所学习 他们举出了以下例子进行论证 美洲土著接触火器之后 在射击上很快超过了欧洲来的移民 而摩洛哥人则很快掌握了葡萄牙人的炮术 然而 从这种理论中也能得出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论点 英国人到达了一个对他们而言全新的世界 并且将火枪卖给了当地人 而相反的情况却从未发生 同样的 没有摩洛哥人在里斯本教授当地人操纵伊斯兰重炮的知识 在这个问题上 有些人将人类利用掌握以及改进工具的能力 与提供知识 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文化问题混淆了 后者有利于科学上的发现 向大众传播知识 推进实际应用和掌握大规模制造的技术 正如我们在加太基于日本那里看到的 关于西方化有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西方化这个词有一个简单 有时甚至显得荒谬的特点 在军事上 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对的东方化概念 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军队中 至少不存在西方军队大规模的接受 非西方文明的军事实践或者科技体系这回事 思想 宗教与哲学和化工业生产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 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事物 一件武器在哪里被发明出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在哪里得到批量生产持续改进 同时大量装备部队 然而只有少数学者会将道德问题 与精神活力的讨论剥离开来 因此 任何关于西方军事优越性的讨论 往往会被怀疑为文化上的沙文主义 本性超越文化 那么 西方文明的霸权是否是运气 地理环境 自然资源 亦或是发现与征服新世界和工业革命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呢 许多学者 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费尔南·布罗戴尔 最新进的信奉者则有贾雷德·戴蒙德 在论述时都会提及西方在自然资源与地理位置方面享有的优势 按照这个逻辑 西方文明表面上的一些最新科技优势 如火药武器和钢铁工业 都是因为一些根本原因所导致的 而这些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偶然因素 举例而言 欧亚大陆的轴线附近地区 有一个较长的适合耕作的季节 能够驯化的动物种类和物种多样性 也与其他大洲完全不同 上述原因导致了城市居民人口的增长 家养动物的驯化 由此又产生了致命的细菌 通过疾病来快速筛选 迁入城市的新居民 保证城市化民族 拥有足够的免疫能力 另一方面 欧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 充满敌意的游牧民族 难以进入这片土地 其他对立文化同样无法轻易产生 欧洲人在与这两种势力的竞争和战斗中 得以幸存 同时能不断地创新和适应 除此之外 欧洲拥有天赋的丰富矿脉 由此大规模的钢铁生产 也成为可能 凡此等等 自然决定论者备受赞扬的功绩在于 他们否定了基因对于文明优越性的作用 欧洲人在本性方面 并不比亚洲人、非洲人或者新世界的原住民更加聪明 同样 他们在基因层面上来说 也不会更愚笨 很不幸 贾雷德·戴蒙德这位著名的自然决定论者 也揭示了这一点 在一段十分令人困惑的材料中 他分析了不同人种之间的智力差别 并试图说明 基因已经决定西方人在智力上处于劣势 新几内亚人最让我惊异的一点在于 总体而言 较之普通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 他们显得更为聪明、警觉、更善于表达 且更具好奇心 当进行某些能够合理反映大脑效能的任务时 例如在头脑中描绘周遭陌生环境的地图 相比西方人 这些新几内亚人有着巨大的优势 有人也许会感到好奇 评论家们会如何看待戴蒙德将新几内亚人与欧洲人并列的论述方式 而我们是否也会相信 哥伦布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中航行时 无法在脑海中构建地图来描绘周围不熟悉的环境 那些试图将历史中的一切都归结为生物学与地理学理论的人 过分贬低了文化的力量和神秘性 有时他们的这种态度近乎歇斯底里 尽管中国文明给全世界带来了火药和印刷术 但它从未发展出包容的文化环境 使得这些发明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 从而让那些富有探索精神的个人 对其进行调整与持续的改进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 这种僵化的状况并非中国长期的大一统模式 或是一条平滑的海岸线 以及缺乏岛屿所导致的结果 而是一系列有利于帝国独裁统治的复杂因素在共同起作用 而这些因素渐渐地扎根于所处的自然环境 而自然环境本身与地中海地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相比之下 罗马帝国持续统治的能力 能够与中华帝国的许多王朝相提并论 然而前者相比后者来说 却更富有创造力 并能够从统一的帝国与近四个世纪的长久统治中汲取力量 虽然古典时代的科学研究普遍具有反攻力的倾向 罗马人仍然发展出许多实用性的技术 并将其推广到千百万人的生活中 例如使用混凝土与拱形结构的复杂建筑技巧 广泛使用螺旋压力机与螺旋泵 以及建立起能够供应从盔甲武器到染料毛衣 以及玻璃制品和家具等一切事物的工厂 其原因在于 罗马政府对于知识的传播与使用 并没有采取所谓的管控措施 至于希腊人 他们在希腊化时代面对其他文明 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他们的国家军队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东方领域 在继业者王朝时代 希腊应用科学蓬勃发展 这在之前 由几千个争吵不休 相互独立的城邦组成的古典时代 是未曾有过的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政治统一给其他的文化形态 既带来优势 也带来衰败 中国的文化氛围 由地理因素和政治传承 共同决定 缺一不可 我们必须记住 美洲的耕地同欧洲一样肥沃 而且使得新大陆上的诸帝国得以繁荣昌盛 中国、印度和非洲三者还拥有一份天赐的恩惠 那就是丰富的矿产 而且这些文明所居地区 适宜耕作的季节也比北欧更长 当然 罗马与希腊坐落在地中海北岸中部 因此处在欧洲、西亚与北非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 而迦太基也享有同样的优势 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罗马一样好 真实情况在于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 为何来自希腊与罗马的西方文明 会走上一条和北面、南面、东面的邻居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而希腊和意大利的气候地理 与古代的西班牙、法国南部、波斯西部、菲尼基或者北非 又是如此的相似 在近期这种生物因素决定论的潮流中 诸如在近东、肥沃新越地区有灌溉体系的耕地 或者是波斯的广袤平原 以及中国的政治统一倾向 都被视为是不好的因素 而那些会导致战争的气候学与地理学因素 无论如何终归是好的 然而 整个东方并没有统一的地理学特征 谁又能将希腊的一小块偏远古地 与波斯或者中国领土上 几乎完全一样的古地进行区分 并找出两者的不同特点呢 一些现代生物学家 不自觉地走回了希腊时代朴素的决定论者的老路 希伯克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曾经宣称 尽管波斯人的金钱让希腊人堕落 但希腊本土严酷的环境 仍然赋予了希腊民族坚韧的天性 事实上 希腊所处的位置 几乎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都要更为不利 希腊人毗邻拥有七千万人口 充满敌意的阿切美尼德波斯帝国 同时身处征战不休的近东国家的北面 本土可耕种的土地不到其总面积的一半 没有一条可以行船的河流 同时如同受到诅咒一般缺乏自然资源 而仅仅有一些黄金金属和木材储量 希腊的海岸线容易受到波斯舰队的侵扰 北方则是平原 敞开面对着从欧洲和南亚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 希腊大陆之外是狭小脆弱的岛屿 岛上的城邦离亚洲近而离欧洲远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埋怨希腊的群山阻碍了大规模灌溉农业的运用 或者赞扬遍布岩石的崎岖地形导致的政治破碎化 反而促进了文明创造 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认为 希腊人在两败俱伤的内耗中消磨了自己的力量 现在的大众生物学见解取而代之 声称是足以导致不断对抗的自然环境多样性 赋予了西方文明不断创新的优势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 古物的产量之大令人惊异 在这里失去活力的尼罗河谷终结了埃及人诸王朝的统治 但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管理下 尼罗河又重新焕发青春 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假如法老们因为不利的自然环境和消耗殆尽的土壤为例而受到诅咒的话 那么处在相同位置上的托勒密统治者们却没有被这些因素影响 亚历山大里亚在近500年的时间里都是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与经济中心 这一高度是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无法企及的 如果之前的几千次收获耗尽了尼罗河盆地中土壤的营养 那么希腊殖民者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功 为何法老们不能善加利用亚历山大里亚面积巨大的三角洲 建立一座服务整个地中海的商业中心 成为亚洲欧洲与非洲贸易的枢纽 显而易见是埃及的文化而非地理气候或者资源发生了改变 而这个地区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历史走向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文化层面的巨大变化不仅可以发生在同一个地区 同样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个民族身上 公元前13世纪的麦西尼现行文字B 是一种笨拙的语言 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象形文字 而其使用范围被限制在一小群人手里 作为记录王室贵族仓库存储的媒介 而到了公元前七世纪 希腊语的使用范围则扩散到了哲学 科学文学和诗歌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的使用中得到了改进 当然无论是希腊中部地区的气候地理 还是动物种群的影响 都不足以在短短500年内对希腊人造成如此巨大的改变 一种强大的力量 使得曾经仅限于希腊大陆上使用的书面语言 在旧有希腊文明的框架下得到进化发展 这一演变态势有别于地中海其他任何地区 是一场席卷社会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激进变革 麦西尼时代的希腊人和城邦时代的希腊人 居住在同样的地区说着相差无几的语言 但他们在价值观和理念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 希腊特有的生物学与环境学因素 也许可以解释这两种文明都栽种橄榄树 放牧羊群 同时依赖石头 泥砖和瓦片来建造房屋 而且他们用一样的词语来命名群山 汝牛和大海 但这些学说却不能解释 为何麦西尼希腊时代国家农场大兴起到 而希腊城邦时代家庭农场却取而代之 至于古典时代 希腊军队的实力为何大大超过亡国时期的麦西尼人 这些学说更是难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没人能够否认地理 气候和自然历史因素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斯堪迪纳维亚人对于时间旅行和战争的概念 肯定和爪哇人截然不同 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 没有续养马匹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拥有像西班牙入侵者那样的机动性 然而 近东 印度 中国和亚洲其他的文明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拥有和西方相似的海拔 气候 以及地形 在资源和地理位置方面 多多少少都拥有类似的优势和劣势 土地 水土 天气和自然资源 命运和运气 少数几个精英人物和自然灾害等因素 都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但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 人 自然 或者机缘巧合中的某一个单独因素 成了西方文明产生的催化剂 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 一旦发展壮大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 西方文明在探究自然 组建资本 与推动言论自由等领域 阔步向前史 并不像其他文明那样 会受到来自宗教文化与政治的掣肘 而对于后者来说 他们的人民往往被神权领袖 中央集权的娇奢王朝 或者落后的部落联盟所统治 静雅思廷唱到这样的阅读理念 读书不要贪多 而要求精 所以我们坚持只把最好的书 呈现给用户 让大家能够把有限的阅读时光 交付给最值得的对象 永远与智慧相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